这个环节说是开始你的表演 因为两位是这部剧中的男女主 在我们现场给出了几个情境 然后你来需要选择一种 根据这个既定情境来自由发挥 但是要说出规定台词 你耍我 对 在演出这个情境 都是要说出你耍我 所以说标演季的时候到了 今天没有这个小猫 但是两位可以自由发挥一下 我们的编导老师可以亮下这几个选项 让两位让他选择一下 女方希望男方来到自己的城市 但是男方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工作 可以往下动一下 13个月的情侣一直躲在海边 此刻男方突然向女方求婚 女儿在学校犯错 不停被老师教了回校 进门的那一刻女儿在电视机上 我觉得这个挺喜欢我们的 父女呢 一位二哥 后边这个也不错 一位二哥 一位二哥在围场狩猎时突然中见昏迷 恰巧 我演那个昏迷的二哥 为什么躺着演吗 然后然后 很好演对不对 最后我突然醒了 把你抱在婚里 你没有被我射中 你耍我 两位选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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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选了 我直接晕了 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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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给我呼吸 你耍我 OK 你都不演出来 太 太不演了 女儿在学校犯错 父亲被老师教了学校 进门的那一刻 女儿在电视机上打 小爱女儿 怎么都没看懂呢 要不就我父亲我才不演呢 我跟你维持成多岁 那你演女儿吧 行我演女儿 我演女儿好不好 你演父亲 好啊 好啦 好来一段吧 即兴表演 我这看他还行 好 请开始你的表演 开始你的表演吧 来了吗 爸爸你怎么来了 哈哈哈哈 他一叫我爸爸 我疯了我 没疯了继续演 嗯 嗯 今天老师在学校 叫我去开教育会了 我们现在就在学校啊 爸爸 啊 我 我被教了 啊 啊 爸爸 对啊 然后呢 跪下 跪下干嘛 你错了 真的错了 你上课 这个玩手机了 爸爸 你没用玩手机啊 你手上是什么呢 这是你去年给我买的游戏机啊 我回来打一下 我今年考试考的可好了 哎 可以可以好 那你就以后就继续打游戏吧 为什么 我 我 我 老师说我什么 老师说 你谈恋爱 教练 女朋友都不带给我看 什么女朋友 我是女儿啊 我对不起 我太把气 男朋友都不带我看 错没 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谈恋爱 那 老师约上你了吗 爸爸 哎 今天是4月1号行吗 对 你在耍我去吗 是 你耍我 再给我买一个游戏机 好 好去 走吧 那我走了 好好好 谢谢谢谢 两位谢谢 抖音